字幕提供 老實說 Jeffrey在旁邊都想打他 連他最愛的Jeffrey都想打 阿正受了些甚麼刺激 看他嘗嘗嘗臉 原來是因為女人最痛 他還將十幾年的M-Tone之苦透過棟篤小分享 難怪他開玩笑 他說這件事由他第一次M-Tone就開始準備了 第一次用棟篤笑的形式去做演出 是超級緊張的 因為其實之前一直有看很多不同前輩的Show 譬如森美大哥、梓華、Jan 一直都覺得這件事極高難度 心是想試的 但一直沒有動力和勇氣去試 所以這次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對自己的熱身 而且是真的試試看我有沒有做到這個感覺 我試過真的最痛的一次是 剛好我自己一個人在家 跟著就M-Tone 一痛 我是痛到吐了沙發 大概十分鐘動不了 是動不了、起不了身的那隻Tone 那這個是應該是我 這麼久以來最痛最痛的一次 而那一刻是覺得超級無助的 因為家裡沒有人 然後那一刻你不知道 就是你知道的 你知道M-Tone可能未至於要去到職場 死亡了 但是你當時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小時候走馬燈的片段 出來 就是媽媽帶我吃雪糕 冬冰茶 就是 對不起 那一刻是真的覺得很害怕的 我開始看到有道光 你明不明白 他說你還沒得住 對啦 還沒到你 你休息一下 幸好 一會就沒那麼痛 我有試過 就是前排而已 都是做一個月 開工的時候 其實是化妝 然後你知道化妝 你是要有一個很 鬆容的表情 去給別人化妝 要不然你的粉就卡住了 是你的紋 就是紋已經多了 但我那天 是第一天來M-Tone 然後M-Tone 我在M-Tone的中間化妝 就是這樣 其實人家不太化妝的狀態 然後我就說你放鬆一點 我放鬆不了啊 大哥 M-Tone 老實說 M-Tone的時候 俊男都未必能幫到什麼 老實說 Jeffrey在旁邊都想打他 哈哈 你要明白那種M-Tone就是 非常煎熬 我知道你很漂亮 但你幫我發了 就是你這個人的情緒是很奇怪的 可能那一刻我都需要他 靜靜地在身邊 那就夠了 想我不吵的話 可能就 你要選適合時間 一個月有一次的時間 我會比較安靜 既然英俊都幫不到手 不如靜靜經經看醫生 更實際 中間都有一些時間 會很擔心自己 是不是有朱古力瘤啊 然後小時候 中學老師都很好 就叫我去檢查一下 會不會有什麼事 都Touch with 沒事的 明年就29加1的阿正 準備踏入中女之年 最希望膠戰快點拍Season 3 還再度上演阿正小劇場 我覺得我們幾個很適合做處境劇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處境劇 都有一個很有趣的共通點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 比較鮮明的角色 我自己絕對就是女主角 Hil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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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是一個 即是她會覺得 我每個人都比不上阿正的 阿正的 糟了 我果然都沒有說服力 的一個姐姐 即是她會覺得 為何我的妹妹那麼厲害 感情線來說 我就會迷上我隔離鄰居Jeffrey 哈哈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說出來 有點鹹色 通常是倒垃圾見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會裝上去洗澡的太過分了 通常都可能是在電梯上扔垃圾的時候 然後你兩隻手就很忙 然後就 哎呀我開不上垃圾桶的蓋 然後Jeffrey就會在那邊 我幫你 珈其 就絕對會是我的 大佬 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她是一個超級煩的大佬 然後就會 覺得 女迷 她永遠覺得 我這個妹妹 是會嫁不出 和認識不到男朋友 然而呢 我是會認識了Jeffrey 那Edan呢 就會是Jeffrey的好朋友 那她應該就是會 侯著我的姐姐Hillary 對啦 但是就 應該這個時候 我覺得都會跟她說 應該不行的 我會保護我姐姐 就不讓Edan追到 那最後肥腸呢 就是 應該就是我追不到Jeffrey之後 發現的真愛 哈哈 想知道阿正和肥腸 怎樣發展下去 阿正就說 要等老相開Season 3 才跟大家公開 留名呀